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館主办一年一度的 厚山文学年度新人奖7号下午 在花莲文创园区举行的颁奖典礼及新书发表 吸引了包括了新诗小说散文有15件作品参赛 最终是选出了三件作品 除了表扬得奖者也进行作品发表 欣赏新锐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 这一件的作品看得出来 很多试验剪作 试验剪刑很大堆地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那也看得出来有一个真功的例子 这是这一次新人家当大堆的圣 就试验师的思想或者节奏或者因应的感受非常好 那小说也有遇到很经验的 使人住民的也好 运动的也好 或者是硬性非常强的巧说 那虽然是几篇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一年一度后山文学年度新人奖 7日下午在花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9栋 举行颁奖典礼即新书发表 今年吸引了包含新诗小说及散文 共技术兼作品参赛 最终选出三件作品 并进行作品新书发表 得奖者可获得奖状及出版经费新台币15万元 第三届年度新人奖 载料宏基 方子 简骑如 郝玉祥及张艺炫 舞会专业评审严谨的讨论后 选出陈友志 北上南下 吴兆云 杏史 及王和平 色情白噪音 Let's the Hormones Speaking 三位 并分享创作心路历程 我以其中的聪明的视作北上南下为例的话 它是我某天在学校宿舍里 就突然买你偷闲 去查了一下有关隧道的建造过程 因为我是花莲人 然后去台北念试 所以施里同重复提到的雪岁 雪山隧道是从花莲到台北 及从台北回到花莲的一个 必须得经过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在因为已经两年了嘛 就是北上南下了两年多 所以对于雪岁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投射 想像我是一个史前人 在长滨的海滩走路的一个过程 在找石头的过程 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 那首诗有两百多行 然后是我自己握在玉里的图书馆 写了两个多小时写完的 那对我来说 玉里图书馆就有一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别人来说很只是图书馆 但对我来说玉里图书馆里面有长滨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就变成我自己帮我自己创造的一个新的意向 在一个 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 所以在 对我来说 不论是生命里面的东西 或者是很平凡的书馆 可能都可以是 就是灵港顺度的来源 所以这本小时候自己其实就是我的毕业作品集 然后刚刚在上一个月正式毕业 所以这本书是 都是可能是我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离家的角色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好像从小就有一个 不知道哪里来的欲望 很想要离开 就是不断的离开 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表示 期盼透过竞赛 花绝更多文坛新秀 展现花东丰富多元的书写风貌 贯注文学更多生命力 三件优选作品已在11月1日上市 欢迎民众走趟书店 网路通路购买支持 记者长方言华林诗报导